民眾目擊 砂石車開在快速道路上 後車斗沒收 高高舉起 夏苗就出事了 猛撞路標指示門架 瞬間扭曲變形 而車斗卡在半空中超過兩個小時 警方到場後 找來吊車排除 還要一點一點吊掛車斗 因為速度太快 一次就放下來 可能二度撞擊 把車頭壓扁 它應該是機械故障 機械故障喔 有可能還是它誤觸啦 我們也真的不曉得 意外發生在台中大安區西濱快速道路上 砂石車駕駛自稱到完砂石後 忘記把車斗收起來 行進一三九公里處撞上金屬門架 闖了大禍 該路段目前為封閉路段 且進行路面刨斧工程 故現場會造成交通勇塞 現場無人受傷及酒駕形勢 還好意外地點正在施工 沒有造成車流大回堵 不過橋上出事 橋下同樣也有砂石車 因為車斗故障自動升起 勾到中央分隔道耗質感整個大歪腰 還好沒人受傷 只是接連兩起意外 讓網友直呼學長搞烏龍 你累了嗎 記者王君傑李雲傑 台中報導 仔細小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